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得中枢大道Certic至东海岸大道路口路段政府计划的预审资格 而第二项控状则指出 被告于2022年7月8号至9月30号 在吉隆坡五级东郭的CNB银行通过其公司 也就是WSA顾问集团私人有限公司的银行户头 收取来自Neptunry私人有限公司的马银行 伊斯兰银行户头的696万2694令吉54仙 协助该公司取得上述计划的接受函 那么旺塞夫就获准以40万令吉 加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同时必须交出护照 每个月还需要到不成的反弹会报到 直到案件审结为止 那么今天到法庭旁听望塞夫案件的土团党总裁 慕尤丁则是强调 土团党所获得的捐款都是合法 且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 慕尤丁说 随着数名土团党的领袖遭到选择性的检控 他相信他们能够在法庭为自己辩护 并获得公正的审判 慕尤丁还说 很显然的土团党是选择性提供的受害者 他还反问 在政府内的政党 也就是西蒙以及国阵 也取得来自商人和民众的捐款 但为何这些领袖却没有被控上法庭 换个焦点 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 该部阵在探讨为电造车的使用者提供 津贴以鼓励更多人使用电造车服务 前往目的地 包括往返住家以及公交车站 陆兆福视于今天 在国会下运用回答 伊党而连突驱国会议员的提问时 这么说 他还说 政府也将会探讨当中的财务影响是多少 以便能够在近期内实现 换个焦点 既之前到HOT FM当嘉宾DJ之后 凯里又上电台当嘉宾DJ 那么这次上的是8FM的早班节目 凯里在节目上就指出 政府应该要重启消费税GSD来增加国库的收入 凯里强调我国有必要重启GSD 否则将会对政府的收入造成巨大的空洞 他还说 我国的零税率供应清单是全世界最长的 去巴沙买东西几乎都是不需要增收GSD的 那么重新实施GSD时要同时维持豁免供应以及减免清单 以减轻人民的生活开销 凯里也说 政府必须要确保把总预算的至少5%投入到卫生部 才能够有足够的资源聘请足够的医护人员 以解决医护人员短缺 以及民众长时间等待就医的问题 那么凯里是已经被巫统开除党籍了 已经是无缘在来临的巫统党选当中竞选任何的职位 但有一个人就想要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说的就是公寓养牛案的主角沙利扎 那么马来报章《每日新闻》就引述沙利扎表示 这个丑闻已经成为往事了 阔别5年 沙利扎将会在来临的巫统党选中竞选妇女主主席职 这个她曾经担任过的职位 未重回归政坛铺路沙利扎还声称 有多达147个区部的妇女主主席 去年就到了她家拜访 聆听她对巫统妇女主的看法 当中有一部分的区部领袖 就说服她要重出江湖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独中同考的课题 民政党全国熟理主席胡洞翔就说 现在的行动党和马华是一家亲啊 他们应该要联手一起向首相安华表明 如果团结政府不承认同考 行动党和马华将会双双推出政府 胡洞翔今天发文稿说 根据报道2020年1月29号 时任的行动党副秘书长尼可敏就强调 如果西蒙政府不承认同考 行动党将不惜推出政府 他也说团结政府也包括了国阵 而国阵马华也曾多次承诺要承认同考 而前任副教育部长张胜文也曾发表 承认同考只剩下最后一里路 这一段经典的语录 胡洞翔就认为行动党和马华 现在就应该必须要拿出勇气 敢敢为华社争取权益 兑现承诺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你一波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